第521章一封信,回到落脚客院后,黄烈猛然停步,回头左右,少平波是小月阁的人,你们觉得有可能吗? 随行停下的两位长老面面相去,黄通迟疑道,纳斯说的有模有样,可咱们也知道,纳斯绝对没安好心,鬼知道是真是假。 再说了,就算是真的,少平波打死也不可能承认。 若是假的,我们叫真了,岂不是上了纳斯的当? 他摆明了是要坑害少平波的,黄烈来回夺步,面色凝重,不管真假,此事非同小可,我大缠山辛劳多年,岂能为他人作嫁一赏。 既不能上纳小贼的当,也不可不查。 然目前的状况,又必须甚之又甚,不能把我们自己给搞的内外交困,先不要打草惊蛇,先把少平波看住,先把眼前的外监视了断,先稳住外部局势,再针对少平波展开详查。 这确实拿稳了大方向,两位长老一起点头赞许,掌门言之有理。 黄烈挥一手下岸,不想听这好听话,陈寅道,有仪式不得不防,牛有道所言,处处透着疾风,怕是没那么简单,大家务必小心谨慎,有任何异常都必须引起警觉。 处日后,暂居外授门的那些大门派,黄烈该拜访的都逐意进行了拜访。 李一克套是一方面,意图结交认识也是一方面,重点是为了掩饰,掩饰他去过燕含六大派,不想让韩国三大派怀疑,也不想让燕国三大派怀疑。 谈判还在继续,黄烈也必须离开,不可能坐在这等谈判结果出来,因为不可能有谈判结果。 谈到了这个地步,六大派那边已经有松口的迹象,大禅山也要适当做出妥协了,可这边本来就是要让谈判坦崩,不会做出妥协。 一旦六大派松口让步,这边却不能妥协,六大派掌门搞不好就要直接找他来谈了。 所以他必须走了,只有他走了,回去了,对这边才能收放自如,下面谈判的人可以适当耍耍自己的小性子,继续拖延时间,结果自然是谈不妥了事。 让人通报后,黄烈领着一行前往万寿门正宫大殿。 道爷,挂齐了,牛友道正与管方一下棋,员当匆匆而来,进入庭内,俯身在牛友道耳边轻语一声。 管方一抬了抬眼,看不惯两人把自己当外人的样子。 牛友道闻眼起身,一枚棋子塞进了袁刚的手中,轮到我落子,你帮我继续。 说罢处见而去,亭子里,袁刚站着,管方一坐着,两人大眼瞪小眼一震。 啪哒哒,袁刚随手将此往棋盘上一扔,转身就走,摆明浏览的和管方一消磨。 见人,管方一对着袁刚的背影狠狠咒骂的样子。 山剑似乎是牛友道喜欢思考问题的地方,牛友道经常出现在山下山剑的溪流旁徘徊,也的确是一副低头琢磨事情的样子。 只有站在山垣上警戒四周的袁刚才知道牛友道在干嘛。 躲在锤罗后面石壁缝隙内的朝圣怀见牛友道摸了摸鼻子,接收到了安全的信号,知道可以说了,才开口道,大禅山一帮人要走了。 牛友道脚步一顿,什么时候? 朝圣怀,估计快了,正在正宫大殿向掌门磁行。 我一听到消息,立马过来找你了,不会耽误你的事。 哪是怕是耽误牛友道的事,而是惦记着牛友道收账。 牛友道,好,我知道了,还有其他事吗? 朝圣怀,没了,那个,黄月真的欠你钱,他其实还是有所怀疑的,怀疑牛友道是不是在利用他。 牛友道,当然欠,朝圣怀,大禅山应该比你强势吧,他能还你钱。 你的意思是谁强势就可以赖账,我就不收了。 我不是这样意思,我只是觉得有难度,有难度也得去收,你等着,我现在就把他拦下来。 一回到山园和元刚碰了面,牛友道冷笑,黄略要走了,呵呵,想跑。 剑在可犹不得他,信,拿一封过来,元刚略点头,迅速转身回了院子里。 牛友道也处见回了庭院,见到树下摇着团扇抬头盯着树叶却不知在看什么东西的管方仪,也没过去,而是直接喝了声, 许老六。管方仪闻声回头,不知他突然喊那么大声干什么。 许老六闻声从后院出来了,上前拱手道,道爷。 牛友道没出声,手抬了下,示意他稍等,自己也处见身前,站那等着。 许老六偏头看向款款走来的管方仪,露出询问眼神,奈何管方仪也不知道是什么事。 元刚快步回来了,一封重新密封保存过的信地给牛友道。 牛友道偏头示意给许老六,元刚自然是照办。 许老六也不知是什么意思,道爷,这是,牛友道,大禅山掌门黄烈要走了。 你立刻持信去万寿门山门前等候,把人拦下,将信交给他。 管方仪算是看出来了,也看这位整日在这方寸之地转优,实则对外面的风吹草动清楚得很。 好,许老六汉手,傅又问,我如何应答。 不需应答,他若愿意过来,领他过来便是。 快去吧,牛友道大秀一挥,傅剑走向院里的亭子。 曲老六将信放入秀内,快步离去。 元刚略目送,心里明白,道爷开始公然动用福方圆的人,说明要正是摊牌收网了, 也说明就算有点纰漏也影响不了大局了,道爷筹谋已久的大局已定。 这也是他跟随牛友道多年最佩服牛友道的,道爷依然是那个纵横江湖的道爷。 每当这个时候,元刚内心也不得不承认乾坤在握模样的道爷真正是一派风流, 叱咤风云,令人心持神望。 他也想过效仿,然而不得不面对现实, 人跟人真的是有区别的,同样的经历也难出同样的人。 这也是他当年为什么要把牛友道引荐给商淑青的原因, 他知道自己的能力缺陷,他知道正真能帮商是兄妹走出困境的人是谁。 管方已走入庭内,坐在了牛友道对面,试着问道, 信里写了什么。 牛友道盯着棋盘打量,漫不经心道, 待会儿便知,有贵客来,先去准备一壶茶。 管方已白他一眼,不过还是起身被查去了。 沾门,高大的牌坊妹,好险,取老六差点错过, 他刚到,王烈便领着一群万寿门的人到了。 首席海棠所托,仇山亲自前来送行。 取老六当即上前拦路,拱手道,建国皇掌门。 黄烈对他不熟,也不知他叫什么, 但上次牛友道宴请时,在牛友道的院子里建国, 一瞅遍知识牛友道的人,不经冷冷问道, 何事?取老六掏出信来,双手奉上, 道爷吩咐,将信成交给皇掌门。 黄烈冷笑一声,看向一旁的仇山, 一位伸长道,仇兄,看来这个牛友道对我在万寿门的行踪很熟悉啊, 我突然此行也能历时知晓,很不简单啊。 话中有所指,仇山微笑, 知道对方可能在指责万寿门内部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他不好回答, 万寿门家大也大,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更何况谁还能不认识几个外面的人, 与外人有点交情不可避免, 万寿门的买卖往往也需要这些交情。 而门归是死的, 人心是活的, 约树立做不到万无一失, 放哪都一样。 就好比他, 遇上陈廷秀的请求, 也得略作通融。 真要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不知背后会牵扯出什么人来, 在没证据又非什么大事的情况下, 不可能因为外人随便一句捕风捉影的话而轻易采取什么行动。 所以, 他只能是笑而不答, 最多是留个心。 黄略也想看看牛友到写了点什么鬼名堂给自己, 接了信到手, 是法略做检查, 之后起开密封, 抽出了一张摊屏后仍有许多折痕的信纸来, 打开一看。 结果不看还好, 一看脸色大变, 信一翻, 又迅速折合, 手速很快, 似乎不敢让其他人看到, 明显有意回避他人。 求山好奇, 牛友到送来的信中究竟写了什么? 竟让黄略如此大的反应。 别说他, 大禅山一帮人也好奇着。 黄略将信塞回了信封, 钉向徐老六的眼神中透着几分阴冷, 语气声音道, 牛友到在哪? 去老六心里也在嘀咕, 表面客气回道, 没有去哪, 在客院。 黄略扭头, 脸上换了笑容, 持信拱手道, 愁兄, 实在是抱歉, 牛友到来信邀请, 有些事情要与我商量, 我要过去一趟, 耽误愁兄白跑一趟, 实在是罪过。 无妨无妨, 请便, 九山客气回礼, 大禅山随行的一伙人悄悄交换颜色, 或面面相去, 意识到事情可能不会简单。 黄略手一挥, 带着一帮人折返, 屈老六立刻上前客客气气领路, 内心时暗暗惊奇, 有点佩服牛友到, 说一封信让黄略过去, 黄略还真就过去啊。 九山覆手而望, 面有一斗, 暗暗嘀咕, 骗鬼还差不多, 牛友到有这么大的面子。 让你过去你就过去, 你堂堂大禅山掌门能有这么听话, 是不是搞反了, 这才多元点路, 牛友到有时亲自过来一趟不行吗? 就凭牛友到那点资历和实力背景对上你, 这种情况下竟只遣个手下过来, 这架子未免也太大了点吧。 他意识到了, 此事肯定有什么猫腻, 但又搞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522章我这人厚道, 掌门, 信怎么回事? 途中, 一位长老悄悄问了黄烈一句, 黄烈却没吭声, 实在是这封信非同小可, 左官不能轻易走漏风声让外人知晓。 捧着脸颊的黄烈表面没太大反应, 内心其实如金涛骇浪一般, 思绪万千, 问题是他深知大禅山已经因为这封信身处在了金涛骇浪中, 一个不小心就要被彻底打翻, 甚至扑来的巨浪就在眼前。 山林中, 一双眼睛盯着这边, 朝圣怀躲在林中关注着大禅山的离去, 一直悄悄跟踪。 因为牛友道说了要拦下收账的, 事关他四百万金币不说, 更重要的是想确认一下牛友道是不是在骗自己, 若真是在糊弄哄骗, 他得另做准备。 结果, 亲眼目睹了牛友道身边的人出现, 并且拦住了大禅山的人。 尽管距离有点远不知蓝下干了什么, 却真真切切见到要离开万寿门的大禅山黄猎等人折返, 似乎是朝牛友道所居的那个方向去了。 目睹此情此景, 朝圣怀目光闪烁, 嘀咕自语, 牛友道还真敢蓝下来收账啊。 正宫大殿内, 仇山已第一时间赶返, 将之前的意外情况报之了西海棠。 西海棠多不琢磨着, 皱着眉头问了声, 什么意思? 仇山, 不知, 看不出端倪, 但显而易见, 定是有什么让黄猎重视的事, 也不知这些人搞什么鬼名堂。 这些人, 是呀, 说到这些人, 西海棠不得不感叹, 这些打打杀杀抢地盘的人, 搞起事来向来是不择手段, 动辄折腾出个死伤面门, 都是一帮不死不休的东西。 仇山, 也能理解, 门派需要发展, 门中弟子需要修炼资源, 这些都需要财力, 又没有什么固定财路, 也只能是抢地盘了。 地盘有了, 就有话语权, 财路就有了, 下面上脚的说服不说, 那些大户人家遇上个什么事的摆平孝敬伪积下来也不少, 七七八八下来对那些门派来说谁不想要。 关键是这些人现在都云集在了我万寿门折腾, 不胜其扰啊。 一个蝶梦幻界给闹的, 七海棠摇了摇头, 他所言不仅仅是指牛有道, 牛有道在他眼里都是小打小闹, 真正让他心忧的是那些大门派, 表面看着都平静, 暗地里你来我往的较劲, 没几个老实的。 这边接到消息, 因为这里的交手, 某个地方有门派雪拼, 死了数以万计的修士。 万寿门道不是不愿招待这些人, 凭万寿门的财力, 招待的花费不算什么, 关键是怕一不小心被卷进去。 球山呼出口气道, 这些人敢又不好敢, 只能是在忍忍, 我们自己小心点便可。 更何况, 幻界的是已经吸引了那几位的关注, 现在没人敢在这太过放肆。 这些人自己也有事, 不可能一直待在这步走。 黄掌门, 黄烈等人闪身略来, 落在院没停, 直接闯门, 守在门口的园刚刚开口, 便被黄烈一把辽开到了一旁, 一行以黄烈为首, 直接闯进了院子里。 亭子里, 牛友道像个没事人似的, 正在与管方仪说笑对弈, 肉麻话不少。 共进来, 先直撵子的管方仪抬头看去。 牛友道一扭头回望, 脸上露出了笑容, 站了起来, 黄烈已经直接闯入。 黄掌门是稀客, 什么风又把您给吹来了。 牛友道客气着拱了拱手, 黄烈盯向了管方仪, 腊透着杀鸡的眼神令管方仪浑身不在。 牛友道立刻挥手, 示意管方仪让位, 看来黄掌门要与我下棋, 上茶。 管方仪从位置上退开, 从摆放在旁的小泥炉上提了主废的茶壶侦查倒水。 黄烈直接坐下了, 伸手一拨, 骑盘连同骑死劈里啪拉撒了一地, 下屁的骑。 牛友道慢慢坐了回去, 盯着黄烈笑了, 笑得还很开心, 可以看出, 对面这位大掌门不淡定了, 连骑马的风度都不要了, 这是好事, 说明真的被踩到痛脚了。 除掌老外, 其他人都去外面等着, 黄烈偏头吩咐了一声, 又盯了牛友道一眼, 让不相干的人滚。 牛友道左看看, 又看看, 看到大缠山大部分人退了出去, 笑道, 老六, 你就委屈一下, 去外面帮忙招呼一下客人。 魏秉退员刚和管方仪, 去老六七十想留下看看怎么回事, 不过还是略点头退下了。 一盏茶放在了黄烈面前, 管方仪退到了牛友道的边上, 就喜欢看牛友道对上某些人举重若轻的样子。 如同他之前对牛友道说的那般, 他指望着呢, 牛友道越显本事他也活得越有底气。 喝屁的茶, 黄烈拿出信来, 扔在了桌上, 问, 你什么意思? 牛友道拿了桌上东西到手, 抽出信看了看, 又忍不住笑了。 他自然清楚这信是怎么回事, 得亏结下了这信, 若没结住的话, 事情要麻烦不少, 现在的的确确是省事了。 黄掌门说这个, 牛友道将信扔了回去, 其实也没什么, 我在韩国那边也有几个熟人, 某天有人突然在路上遇到个罪汉, 捡到一封信, 其人看过后, 觉得这信对我可能有用, 就给我传了过来。 我觉得这信对黄掌门可能也有用, 或惜黄掌门要离去, 不敢耽误, 赶紧让人给黄掌门送了过去, 不想却惹得黄掌门法驾清明, 实在是罪过。 大柴山这边的人真的是忍不住了, 黄通上前一步, 伸手拿了信过来看, 看过后脸色也变了, 瞳孔皱缩, 盯向了牛友道, 有点恨得牙痒痒的味道。 边上长老也陆续拽信到手查看, 一个个陆续脸色大变。 管方一期时也想看看信中内容是什么。 黄掌自然知道对方是在胡说八道, 这种东西能捡到才怪了, 刚好还能被少平拨的仇人捡到。 世上哪有那么巧的事情, 他忍住满腔怒火, 深吸了一口气, 问, 你想干什么? 牛友道端茶慢品, 我其实只想下下棋, 喝喝茶, 悠闲度日多好, 什么也不想干。 倒是大缠山那边干的事情不少, 对了, 和六大派谈得还顺利吧。 黄月听得火大, 人家显然是看到信后, 才知道了这边在和六大派谈判, 不禁在心中狂骂少平波是蠢货, 如此重要的东西居然能落到对手的手里去, 居然还好意思说是秘密送出的。 他越想越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 不然他实在是想不通, 平少平波的智商, 怎会干出如此失策的事来。 黄月捧着脸颊道, 威胁我, 牛友道放下茶盏, 早就提醒过了, 这万兽门是龙坛虎穴, 来容易, 想走难, 可皇掌门不当回事, 还在那继续把六大派当傻瓜式的耍, 玩过头了不好, 六大派的脾气也不太好。 庄间耸了耸, 一副我只好再次提醒提醒的意思。 你真以为我不敢在万兽门对你动手? 黄列此来就是摸他的底的, 其实也不用摸, 牛友道这次把他弄来就是摊牌的, 慢说我没那么容易被人做掉, 就算皇掌门能做掉我, 我想皇掌门也会手下留情的。 对了, 我想起来了, 不止一封信, 十三封, 还有两封有人正在等动静, 我若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另两封信立刻会到英国三大派的手上去, 少一封也没关系, 那个送信的罪汉正好补缺。 百明了就是在威胁对方, 人正物正我这里齐全了, 你动我试试看, 你们把六大派耍那么狠, 还想活着回到大禅山。 大禅山一群人脸色很难看, 自以为干得悄无声息, 打得如意算盘, 谁知人正物正都被人给抓住了。 都知道, 这要是让六大派知道自己被人这样给耍了, 而且还是被下面一个小势力耍得团团转, 传出去情何以堪。 大禅山还想骑墙, 还想继续利用双方互相制衡, 还能让你继续把他们当傻子一样制衡, 只怕立马要达成协议将大禅山给活撕了。 黄略捧着嘴唇静默了一阵, 深吸一口气道, 你既然请我们过来, 就说明你不想闹个鱼死网破。 他在剑柄上的五指有序地起落了一下, 牛友道, 话说到了这个地步, 再绕就没意思了。 条件我早就提出过, 我这人厚道, 不会去干那种趁火打劫的事, 还是原来的条件, 把少平波的脑袋交给我。 少平波一死, 人正物正我立马还给你们, 你们想怎么完事你们的事, 之后和我再无任何关系。 少平波一条命, 换整个大禅山的平安, 这买卖应该不亏。 往日也许没太往某些方面去想, 但当真正面对的时候, 真正触及要弄死少平波的时候, 王烈心头还是深深沉了一下。 大禅山原本也和天玉门一样, 东占了一小块地盘, 西占了一小块地盘, 能有今天这么大的失利范围和话语权, 可以说是少平波一手拉起来的。 是少平波当年说服了大禅山鼓起勇气一起反了燕国占领北周, 之后又是少平波出谋划策,运筹帷幄, 让一块小小北周之地能北抗韩国, 南党燕国, 加在两大实力中而不倒。 而少平波的理政能力也是明摆着的, 硬生生在这乱世把北周给经营了起来。 对比周边地域, 政绩有目共睹, 北周行事一年好过一年, 大禅山从北周抽取到的利益自然也是一年好过一年。 第523章大禅山有的选择吗? 少平波对北周历经图志是投入了巨大心血的, 不贪钱财私利, 不图锦衣玉食, 不好女色, 一门心思铺在了北周的治理上。 如此客气, 能如此克制自己私欲的人, 极为少见。 为了把有限的精力都利用上, 为了减少羁绊, 少平波甚至是至今未婚。 少平波的勤政, 对北周的日夜操劳, 大禅山不是瞎子, 都看得到。 大禅山甚至担心他把自己的身体给熬垮了, 一直有派人帮他调理身子, 林丹妙药没断过。 不说少平波为大禅山带来了多少的利益, 就北周如今面对的内外状况, 让外安内的能力换了其他人的话, 黄烈真的担心还能不能稳住北周的局面。 北周军政大权经营在少氏父子手中, 少平波若死, 北周军心紊乱, 民心失调, 恐生祸乱。 黄烈迟疑着说了句, 又有道轻飘飘一句话撇过, 那不是我考虑的问题。 黄烈烈怒, 北周一乱, 燕含两国必然撤躯而入, 我大禅山将会适合下场。 左右如此, 还有什么好谈的? 牛有道, 大禅山手握进退自如梁芳, 有何可忧? 梁芳, 黄烈略正, 问, 梁芳何在? 牛有道朝他身后黄通一指, 梁言忠道, 莫非这么快就忘了? 看来还真是梁药苦口, 忠言逆耳, 众人看向黄通, 黄烈也回头看了眼, 再回头看向牛有道, 迟一道, 你的意思是退往南州。 天狱门岂能容我大禅山燃指南州之力? 牛有道端茶喝了口, 放下茶盏, 撑剑起身, 慢慢躲步走开。 围着的人主动让开路来, 黄烈也忍不住起身, 与之并排平栏。 牛有道处剑身前, 双手扣在剑柄上, 北周一玉之地, 却夹在两墙之间, 既盼燕又反寒, 其强自立, 岂能长久? 稍有变故, 清客便是一场争夺厮杀, 或便可燎原, 这点不用我多说, 大禅山自是心知肚明。 少平波之志不小, 所图绝不会仅限于北周, 北周只不过是他暂时立足之地, 是他积蓄实力之地, 他一直在抓紧时间积蓄力量。 一旦时机成熟, 一旦周边有了合适下手的对象, 他必挥兵而出, 没有机会他也能创造机会。 大禅山如今能有超过控制一周之外 更大地盘的实力吗? 没有, 北周对少平波来说, 只是暂时之地。 大禅山对少平波来说, 也只是暂时以仗之力。 如同天狱门一样, 大禅山的底子薄了, 所以也如同天狱门意图死死控制 助商朝宗的野心一般, 也在极力控制少平波, 想等到自己的实力上来了再说。 大禅山还在夯实基础的过程中, 想要对外扩张每个几十年 是积蓄不出那般强大实力的, 可少平波能等大禅山几十年吗? 他等不了的, 一旦实基成熟了, 大禅山以为自己还能控制得住少平波吗? 吃心旺想罢了, 你们以为少平波关税是怕大禅山吗? 不过是暂时利用而已, 北周如今的情况, 需要个实力不够强大的门派, 具于外部压力, 能在某种程度上好好配合他, 能给他放手继续实力的时机。 若选择一个太过强势的门派, 处处压制, 很难有他发挥的空间。 而大禅山就是最好的选择, 这也是他选择大禅山的原因。 皇掌门, 大禅山其强虽好, 难道不知自身孤立无援? 你们早已落入少平波的算计中, 被少平波给孤立了。 时机一到, 连个帮你们讲话的都没有, 少平波只需烧引外力, 便能破大禅山之势, 大禅山又能奈何。 说白了, 从头到尾, 少平波都没有将大禅山给放在眼里, 大禅山其是他宏图大业中的一颗棋子而已。 说到这, 牛友道回头环顾大禅山众人, 诸位, 我就不信大家一点都没察觉到少平波 预介立北周扩张的野心, 你们真以为还能控制住那个时候的少平波吗? 听到此等言论, 大禅山众人皆沉默, 心头沉重。 旁听的馆方一幕光闪烁多瞟了牛友道两眼, 心中嘀咕, 这坏人口才真好, 说到我这个不知情的局外人都信了, 明明图谋不轨, 看大禅山这些被图谋之人的反应似乎还都当真了, 有着说服能力, 还费那些静干嘛, 早点聊聊不就完了。 牛友道, 所以, 诚如我对皇长老的劝告, 北周对大禅山来说已是是非之地, 却乃牛某肺腑之言。 黄略徐徐道, 还是那句话, 天狱门岂容我等然指南州, 光靠你的支持怕是不够吧? 牛友道一手福建, 一手贪了贪, 天狱门何足为惧? 你们不是正在和英国三大派谈判吗? 容我猜一猜, 三大派肯定不愿让大禅山再继续把持北周, 这点你们双方都难做退让。 既如此, 大禅山不妨妥协让步讨好三大派, 放弃北周, 转入南周, 以此为条件让三大派调天狱门迁往北周。 天狱门虽作用南周, 实际上却和商朝宗对立, 只要商朝宗掌握的世俗大权不乱, 只要商朝宗稳住南周局势, 天狱门便无法要挟三大派, 三大派勒令之下, 天狱门不敢不从, 只能乖乖前往。 牛友道回头看着黄烈笑问, 大禅山若以此理说服三大派, 我想三大派没理由拒绝大禅山的条件, 大事转眼可承。 黄烈沉音不语, 目光急剧闪烁, 颇为心动, 姑抬头道, 你早对黄长老言及于此, 也就是说, 这是你蓄谋已久的图谋, 你已料定会有今天。 这都是你设下的局, 是不是? 牛友道反问, 这重要吗? 闻听此言, 不但是黄烈, 大禅山众人皆心惊, 此时此刻终于明白了 少平波为何急于除掉此人, 此人为时可怕。 黄烈转身而去, 招呼了一声, 招呼上了几位长老出了亭子, 去到了一旁的角落里商量。 牛友道只是邪逆了两眼, 未干预, 知道这么大的事黄烈一人难以做主, 须与大禅山高层商量后才能做决断。 管方一凑到牛友道身边, 低声道, 你呀, 就不该早对黄通说那些话, 也不该早对黄烈说什么龙坛虎穴, 如今看来全在你的算计中, 你这样会让他们害怕。 牛友道楚建卿看到, 害怕就对了, 正要让他们忌惮, 今后不敢对我轻举妄动。 与天狱门在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 后方不稳容易被人利用, 始终是个掣肘。 此番, 正欲为南州扫除天狱门这个后患, 也要为南州扫除内部不和的隐患, 只要南州内部不乱, 我无后顾之忧。 天狱门与咱们这边结怨见深, 难以和解, 必须让他们滚出南州了。 管方已引听出这番话中的气势, 却坚默不语, 内心一番轻叹, 年纪轻轻就卷入这种事里煎熬心血, 一步步走到今天也真是不容易, 换了一般这个年纪的人, 拿扛得住这般局势, 只怕早就被碾碎了, 只怕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大柴山那边一番商议后又回来了。 黄烈走入庭内, 对牛友道直言不讳, 天狱门走了, 我大柴山去了南州, 与天狱门又有什么区别? 你就不怕我们如同天狱门一般与你在起争执互为敌人。 牛友道, 黄掌门这话说到了关键, 逼走天狱门引来个和天狱门一样的大柴山, 我又是何苦来着? 我是真不想这样做, 我既无大门派背景, 手中也没有掌控南州的修行势力, 挤走了天狱门对我有什么好处。 退一步说,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我都不可能和天狱门作对,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可天狱门脑子进水了, 居然经不住哨平波的挑唆, 我离开了南州也不肯放过, 把南州搞乱了很好玩吗? 既然如此不识大局, 那我只能是针锋相对不客气了。 黄烈, 你对商朝宗的影响力太大了, 无异于让天狱门失去了对南州的掌控, 换了任何门派都会有此顾虑, 都不会做事, 除掉你是必然的。 也是说明了自己的心声, 想知道牛友道的真实用意, 别到时候大禅山又变成第二个天狱门被撵出南州。 牛友道, 笑话, 天狱门心眼太小, 导成了我的不适, 无论是在青山郡, 还是在南州, 我并未抽取任何利益, 好处都是天狱门拿了, 难道我辛辛苦苦, 劳心劳力想在南州谋取各自宝的立足之事也不行吗? 迟不相瞒, 何少平波一样, 南州太小了, 容不下雍平郡王的野心, 他迟早要见纸燕亭。 南州, 呵呵, 庸平郡王不会在乎, 我也不会在乎, 你们大禅山若是喜欢, 好好留着便是, 没人跟你们抢。 天狱门鼠目寸光, 想不通这个, 只知一味打压和控制, 是得其反是必然的。 黄烈, 照你这样说, 上朝宗和少平波一样, 大禅山还有必要从北州跑到南州去吗? 牛友道微笑, 南州和北州的局势不一样, 再说了, 大禅山有的选择吗? 黄烈脸色一沉, 牛友道, 黄掌门, 奉劝一句, 去了南州需明白一点, 上朝宗必然是要见纸燕亭为他们家讨回公道的, 谁挡上朝宗的路, 谁必然会成为上朝宗的仇人。 至于我, 不会在南州扩张势力, 也依然不会从南州抽取任何好处, 好处都是你们的, 这是我的承诺, 我也看不上那点东西, 只要个安身立命之事, 谁要是连我这点保障也要断掉, 那我也不会客气。 第524章竟如此招摇, 黄烈, 商朝宗将来扩张, 免不了要连累大禅山。 牛友道笑了, 说句不好听的, 商朝宗没那么傻, 指望大禅山的实力来支撑扩张式笑话。 在这一点上, 我和大禅山的利益是一致的, 在没有扩张的把握之前, 别说大禅山不希望被连累, 我又岂会做事自己在南州的根基毁于一旦。 就算大禅山不压制, 我也会干预和压制, 不会让商朝宗乱来。 换句话说, 若有了把握扩张, 能成功的事情, 大禅山又何须担心什么? 只要大禅山首徒有功, 与商朝宗合作愉快, 商朝宗必然将大禅山视为助力, 又岂会亏待? 又岂会闹得自己内部不和给自己增添麻烦? 若没把握扩张, 还是那句话, 你我利益一致, 到时候你我是站在一起的, 当年首压制。 广方已暗暗泽泽, 这话说的, 已经要变成自己人了。 现场一片静默, 黄略与几位长老互相交换了眼色, 最终艰难道, 邵平波的确是个难得的人才, 可惜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还用多说吗? 也没必要让人家把话说得那么露骨, 牛友道笑得灿烂, 想必邵平波已经被大禅山的人给控制住了吧? 言下之意是, 你们要取他手机应该很容易, 还犹豫什么呢? 黄略不想顺他的意, 导得什么都在对方意料之中似的, 太没面子, 有意啥意啥, 控制是控制住了, 不过不是我们要控制他, 而是他自求于牢内以正清白。 牛友道一愣, 的确很意外, 问, 什么意思? 痴情一出, 这边找他对质, 他为自证清白, 自己走入了大牢, 黄略把情况稍微说了一下。 然而牛友道的脸色却是瞬间变了, 急声道, 不好。 黄掌门, 当立刻传讯北周那边, 通知大禅山弟子, 无需多言, 见到邵平波立刻杀之, 不可有任何犹豫。 黄略略有鄙视, 他已被严密控制, 居然还能让你不安, 看来你还是挺忌惮邵邵平波的。 牛友道连楚剑的手都不淡定了, 审声道, 黄掌门, 我没跟你开玩笑。 别以为他是凡人就好约束, 别以为大禅山的人把他给控制了, 就能随意拿捏, 说句你不爱听的, 大禅山压根不是他的对手。 黄掌门, 邵平波是什么人我太了解了, 绝非做一代弊之人, 他既敢自求, 必有后招, 当趁其不被立刻杀之, 否则毁之完以。 听他这么一说, 似乎有些道理, 黄掠亦有犹豫, 迟疑道, 不至于如此仓促吧。 牛友道断然道, 黄掌门, 事不宜迟, 还请立刻下令诛杀, 见之即杀, 不可有丝毫犹豫。 若能在明日天明前取他首级, 我无偿赠送一只飞禽坐骑给大禅山。 他筹谋了这么久, 花了这么多的心思要弄死邵平波, 岂能功亏一篑在最后一步。 他深知邵平波这人有多危险, 若非在修行界这一块有短板, 鹿死谁手还不一定。 若非早先在邵平波身边安插了眼线, 邵平波这次也不会输这么惨。 一旦让邵平波跑了, 将来会带来多大的麻烦是难以预料的, 这种人的破坏力非同一般。 只要能除掉这个对手, 只要能促使大禅山果断下手, 赠送一只飞行坐骑算什么。 黄略意外, 没想到还冒出个意外惊喜来, 问此话当真。 牛友道质地有生, 绝不食言, 管方已无语, 你自己都没有, 哪来的飞行坐骑送人家。 这倒是个意外收获, 黄略立马回头, 对一位长老汉手示意了一下。 那位长老迅速离去安排, 不一会儿庭院外便有一只 大禅山的金池高飞, 直奔北周方向而去。 然而牛友道来回徘徊着, 仍有不安, 最后甚至停步道, 不行, 我必须亲眼看到他扶珠, 我得立刻去一趟北周。 不确认邵平波已死, 他不安心, 邵平波主动入狱, 他怎么想都不对劲, 他仍担心大禅山不是邵平波的对手, 想要即刻赶往, 万一有什么不对劲, 也好亲自出手将邵平波给掐住。 大禅山这帮被邵平波玩弄已久, 已被邵平波摸清了卖路的人要对付邵平波, 他真的不放心。 黄略坡有些不以为然, 现在跑去也来不及, 等你到北周, 他手机早已落地, 把心放在肚子里吧, 不会有失, 来得及, 牛友道肯定自己能赶去, 因为他手上现在有了飞行坐骑。 回头招了袁刚到一旁, 进行布置和安排, 袁刚会议后即可去了后院准备, 不一会儿以至今斥意迅速离去。 牛友道也对黄略言明了自己有飞行坐骑, 拉他一起赶往北周。 因为有些情况北周那边还不知道, 他贸然跑去容易出现误会起冲突, 搞不好会给少平拨可乘之机, 黄略亲自在北周露面自然是不一样, 大柴山上下会听令, 他办事也方便。 而黄略也意外他手上就有现成的飞行坐骑, 也想验证一下究竟如何, 所以答应了下来。 牛友道这边还要和万寿门辞行, 不好连和主人招呼都不打就跑掉。 黄略岁绿人先走一步, 约好了在万寿门山门外碰面。 大柴山的人一走, 牛友道立刻找了周铁子, 让其赶紧帮忙通报一声, 另有见识他也没忘对周铁子说, 结拜之事, 我见了贵派高层会当面告知。 谁知周铁子连忙白手, 不用不用, 牛兄, 真的不用。 牛友道诧异, 为何? 周铁子支支吾吾, 找了个理由推辞。 牛友道看出了他似乎不想结拜, 但应有急事赶着办, 也没时间慢慢寻根问底, 也就没有勉强。 毕竟和他结拜也意味着一定的风险, 在这万寿门出头也必然是要经受风雨的, 人家若是安于现状有自己的选择, 他也的确不好勉强, 结拜这种事也勉强不了。 两人本该有的一段结拜之情, 就此错过。 七海棠这次终于抽出时间见了牛友道, 陪同牛友道同往的是管芳怡。 没办法, 还是那句话, 这女人身上保命的福赚多, 这样的保镖不用来护身未免可惜, 牛友道这个知情者自然不会浪费, 但凡可能有危险的地方都会带上这女人。 与西海棠见面, 双方也就客套了一下, 牛友道赶着离开, 西海棠也无意再留, 就此告辞。 西海棠随便只派了外面一个弟子送行, 没再让仇山亲自去送。 怎么了, 看你看西海棠的眼神似乎不对, 莫非也认识。 下山的途中, 牛友道问了句, 管芳怡胡怡道, 看着面熟, 好像见过。 他也想不起来了, 只因时间过去太久, 而西海棠当年见他时也并未用真名, 采取了一些掩饰真实身份的手段, 岁月催人, 多少有些变化, 加之西海棠也不愿再提及当年那段仰慕家人的往事。 管芳怡也不好当面问及, 他知道自己的名声, 问是不是跟他有过来往对人家堂堂万寿门掌门来说, 兴许是个侮辱。 二人刚来到山门外, 恰好两只黑玉雕从天而降, 两名武良山弟子驾驭两只黑玉雕来了。 山门外不远处等候的黄略等人目瞪口呆, 牛友道这丝居然有两只飞行坐骑。 怪不得说要送一只, 有这财力怪不得说看不上南州的那点力。 黄略内心顿时有些火热, 看来这丝说的是真的, 看来拿下少平播手机后还真有可能得到一只飞行坐骑。 管芳怡等人也很惊讶, 有点不敢相信, 牛友道居然有飞行坐骑, 而且还是两只。 这突兀间的现实出现得让福方远挤人有些猝不及防。 离开南州之前, 管芳怡是听牛友道说过要来这边弄飞行坐骑, 只是也没见有什么动作, 这突然间就有了。 还一下就两只, 怎么弄的? 管芳怡自然不信牛友道是买的, 牛友道有多穷他太清楚了, 身上连个铜板都没有, 整天吃别人的用别人的, 这两只飞行坐骑骑马的两千万金币, 突然冒出两只, 怎么弄来的? 万寿门送行及看门的弟子也有些意外。 牛兄弟财力雄厚啊, 带人飞略过来碰头的黄略夸了两句, 两眼有些冒光。 牛友道呵呵道, 沾了浮方圆的光, 这都是别人送红娘的。 黄略呵呵一笑, 看向管芳怡, 心里嘀咕, 怪不得这丝要把这女人搞到手, 原来是有目的的。 陈伯, 徐老六, 老十三一起看向红娘, 有点茫然。 管芳怡已经无语, 两只飞行坐骑并未把所有人都带走, 牛友道就带了陈伯和管芳怡, 黄略则只带了两名长老。 六人驾驭两只飞行就此腾空而去, 众人目送。 至于袁刚等人, 牛友道已经交代好了, 还有三只飞行坐骑, 这边也不好一起拉出来亮相, 让袁刚等人随后驾驭。 山林中, 朝圣怀傻眼在原地, 牛友道让他关注别人, 他同样也没放松对牛友道的关注, 或惜牛友道要走, 也没跟他打声招呼, 当即赶来。 吹响却看到这一幕, 牛友道居然直接把从万兽门弄走的飞行 给召唤到了万兽门门口, 竟如此招摇, 这胆子未免也太大了点。 牛友道没当回事, 他朝圣怀却是差点吓得魂飞魄散。 带道回国神来后, 内心狂骂牛友道是疯子, 才刚到手的东西, 这王八蛋近一点都不避讳, 难道就不知收敛一点吗? 第525章五支, 万象城外的旷野中, 城远渡与庶明天玉门弟子等候着。 这边接到万兽门那边传来的消息, 或惜牛友道要从万兽门辞行离去, 一行立刻出了万象乘坐布置, 等候牛友道的去向消息。 远处, 两名弟子飞掠而来, 两人刚落地, 城远渡立问, 小贼往何处去了? 两名弟子相视一眼, 一人拱手道, 二供奉, 牛友道出了万兽门后, 与大柴山掌门黄烈等人一起乘坐两只飞勤走了。 城远渡愕然, 什么意思? 那弟子又解释了一下, 牛友道乘飞行坐骑飞走了, 去向不知。 城远渡顿时傻眼了, 大老远跑来, 等了这么久, 就等出这么个结果。 回了回神, 问, 哪来的飞行坐骑? 万兽门的, 弟子回, 从万兽门出来的同门打听了一下, 说是牛友道自己的飞行坐骑。 城远渡无语, 牛友道有这东西怎么没听宗门内的小贝说过, 这是欺负自己久不过问世事还是怎的? 不带这样玩的, 让自己骑着马去追飞行坐骑能追上吗? 还怎么截杀, 这不是开玩笑吗? 高空之上, 两只飞行已开始平稳飞行, 身在如此高空, 俯视下方苍茫大地, 一切都那么渺小, 黄月心头涌起俯视天下的高高在上赶, 这感觉着实不错。 但也有点秘味, 牛友道手上竟然有两只飞行坐骑, 他堂堂大柴山掌门却还是头次享受驾驭飞行坐骑的滋味。 不过也能找到理由安慰, 大柴山好歹是名门正派, 没办法像牛友道那么不要脸, 这两只飞行坐骑说的难听点是靠其金红娘卖身换来的, 大柴山是万万不可能吃这种软饭的, 否则何以见人? 掌门, 看来我们大柴山也要弄上一只这样的飞行才好, 以后掌门来往也方便。 同行的掌门显然也找到了那感觉, 建议了一生。 黄略微微摇头道, 不妥, 动辄千万, 我们大柴山还没到那层次, 身为掌门为一己私欲不好看。 如他所说, 倒不是买不起, 堂堂大柴山手头上若是挤一挤的话, 还是买得起的, 但是确实不好看, 平时约束下面控制开销, 你掌门却买这么贵的东西想用, 让下面弟子怎么看? 黄通插了一嘴, 掌门, 话也不能这样说, 也是为了办事方便吗? 到时候门内有急事的时候, 都可以使用, 不至于耽误事情。 黄略不禁微露笑意, 看来都想沾光, 再说吧, 门内各种开销也不小, 一下拿出上千万来的确不合适, 会挤占其他开支。 回头看看牛友道说话算不算话, 若是算数真送一支的话, 就在门内背着, 门内有急事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使用。 话虽这样说, 心头却是沉重的, 邵平波毕竟为大禅山效力多年, 彼此却走到了这一步, 实在是也不想看到。 两位长老连连赞同, 目光接投向了百丈外飞行的另一只飞行上的牛友道, 结果却看到牛友道和管方一搂搂抱抱, 其实也不是搂搂抱抱, 而是管方一勾肩搭背缠住了牛友道, 一只胳膊勾上了牛友道的脖子, 在那儿语, 看起来倒像是搂搂抱抱。 老实交代, 这两只飞行坐骑是怎么来的? 是不是和那碗万寿门的一便有关? 管方一嘴贴在牛友道耳边问, 身子免不了也贴得紧。 不过他不在乎, 他知道牛友道这臭不要脸的也不会在乎这个。 牛友道看了眼前面驾驭飞行的陈伯, 偏头低声道, 你都猜到了还问什么? 管方一吃惊了, 王八蛋, 你也太大胆了吧, 从人家那偷的东西, 还敢拉到人家门口晃悠, 找死啊。 牛友道, 有什么好怕的, 总不能见到谁骑这个万寿门就拦下来过问一下是不是他们家的吧? 有这东西的人多了去, 就不能是别人送我的吗? 管方一, 你像是用得起这个的人吗? 人家刚丢了东西, 你就先摆给人家看, 人家怕是想不怀疑都难。 牛友道吃声道, 你哪只眼睛看到人家丢了东西? 人家都没说丢了东西, 你瞎操什么心? 管方一, 你当人家傻吗? 这么大两只东西不见了, 人家能没数? 牛友道呵呵道, 还真没数, 而且人家也不知道东西丢了。 开什么玩笑呢? 人家能连自己有多少这个都不知道, 反正人家数来数去东西就是没少,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就这意思, 别担心了, 我都当万寿门弟子的面说了, 这是别人送你的, 你想你认识那么多有钱的男人, 送两只这个有什么不可能的? 管方一咬牙道, 王八蛋, 你在讽刺老娘是不是? 好, 你既然说这两只飞行是我的, 那从今天开始就是老娘的了。 牛友道回过头来, 一脸古怪的看着她, 胃口这么小, 两只就满足了。 管方一无语, 继而胡一道, 难道还有? 牛友道伸出一只巴掌晃了晃, 给了两个字, 五只。 管方一瞪大了双眼, 真的假的? 牛友道, 当然是真的, 我不是说了送你礼物吗? 五只飞行坐骑送你, 满不满意? 这惊喜来得太突然了, 管方一不敢相信, 还有三只在哪? 不好一起露面, 猴子他们在后面试弄, 回头会跟我们碰面。 怎么, 这礼物都不能让你满意啊? 哥哥, 管方一心花怒放, 好大一个惊喜, 五只黑玉雕, 价值起码五千万金币啊。 哪能不高兴, 喜不自禁, 突然把他脖子一勒, 直接撅唇在他脸上亲了口。 说好了, 送给我的, 不许反悔, 别搂搂抱抱, 不好看, 牛友道擦了把脸, 怕什么, 这么高, 没几个人看到, 老娘主动投怀送抱, 你就偷着乐巴, 别得了便宜还卖乖。 得了便宜卖乖, 我这么轻嫩, 我看是老牛吃嫩草吧。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个试试, 信不信老娘一脚踹你下去。 这一声是带着嗓门喊的, 陈伯回头看了眼, 见到牛友道缩着脖子被管方一勾搂, 管方一一副意图非礼人家的样子。 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直摇头, 发现这位老板娘还真是越来越放得开了。 一团云雾中穿过, 管方一开始掰着手指头算了, 感觉留这么多飞行使唤未免也太夸张了一些, 考虑是不是要卖掉三只, 觉得换个几千万金币到手更稳妥, 否则留在手上等于每年都消耗掉大量的金币, 实在是不划算。 牛友道也就是听着, 姑且让他自娱自乐, 懒得泼塌凉水, 这东西又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 想买的人都会走正常途径, 有保障, 谁会从你这买。 钻了一通账, 管方一步无感慨, 开始还以为你是来为黑牡丹报仇的, 没想到真是来弄这东西的。 牛友道面色泛冷, 不想多提这事, 账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仇已经开始报了, 已经将朝静脱下了水, 要弄垮朝静对他来说也没任何难度, 只是若单单是弄死朝静未免太便宜他了, 哪能让朝静那般痛快, 而为了报仇把自己给搭进去也没必要。 管方一目光触及了大禅山那边的人, 途中闲着也是闲着, 又缠着牛友道问具体情况。 身在高空, 不好回避,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也没什么好蛮, 牛友道所以大概讲了一下。 管方一弄清楚后, 可谓唏嘘不已, 早先听了牛友道的说辞, 还以为牛友道是想拉大禅山去南州制衡天狱门, 谁知这家伙只在六大派那边虚晃了一下, 就将绍平拨给逼上了绝路, 如今还要将天狱门给提出局, 欲解决南州的后顾之忧。 关键的是, 利用了六大派, 还能悄无声息地抽身, 万牧从中过, 片也不沾, 置身事外不染任何麻烦。 还利用文心照除掉了来找麻烦的陈廷秀, 免得在万兽门爱手爱脚。 更绝的是, 就在万兽门的眼皮子底下, 隐生生从万兽门手上偷了五只黑玉雕出来, 这简直跟开玩笑似的。 自己在万兽门浑浑噩噩呆了些日子, 不曾想着家伙已不动声色, 齐头并进同时干了这么多的事, 管方仪实实在在被惊艳了一把。 他不知道的是, 牛友道同时还完成了针对朝靖的布局, 已经用绳子套住了朝靖的脖子。 只是有些事情牛友道是个只做不说的人而已, 他从未嚷嚷过要为黑牡丹报仇之类的, 哪怕黑牡丹死在他怀里时, 他也只是坐在船头静静搂着黑牡丹, 一声味坑。 北周刺石斧, 夜幕中, 一只金赤降落。 堂屋内, 月叠在梁上挥洒, 中阳旭独自盘坐在蒲团上。 一名弟子进来, 一封密信送到了中阳旭的手中。 目光从密信内容上艰难挪开, 中阳旭脸颊用力绷紧了, 深吸了一口气, 神色异常凝重。 他没想到宗门最终还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也不知万寿门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掌门法指很明确, 也很坚决, 他必须要执行。 中阳旭缓缓站起了起来, 审声道, 立刻控制住少灯云, 防止引发骚乱。 是, 弟子领命, 刺石府内的大禅山弟子立刻动作了起来, 地牢内, 两面墙壁上各有一盏油灯, 其中一盏呼一声, 熄灭了, 令牢笼内的光线昏暗了不少。 牢外电路上坐着的少三省猛然抬头, 看向了那盏熄灭的油灯, 嘴唇略有哆嗦。 牢内副手而立的少平波慢慢回头, 只看了那熄灭油灯一眼, 缓缓闭上了双眼, 见路满脸不堪神色, 很痛苦。 第526章竖子七我, 这边灯光突然暗了些, 也引起了牢内两名看守修士的注意, 一人闪身而来, 落在了牢笼外查看, 未看出有什么异常。 少三省睁睁看着里面的少平波, 有人在, 他不敢露出什么端倪, 但是看向少平波的眼神很复杂。 闭目锤手中的少平波徐徐道, 灯灭了, 天灯油。 是, 少三省起身, 当着那修士的面车开了牢笼的铁栓, 打开牢笼进去了。 他能自由进出牢笼内并不奇怪, 少平波并非真正的犯人, 大柴山病未做得太绝, 与许少三省进去照顾少平波所需。 少三省入内是弄着墙壁上的灯盏, 没发现异常的修士也转身回去了。 轻蔑的油灯再次被点亮, 少三省低声道, 大公子, 少平波微微摇头, 不急。 也许是误会, 再看看, 转身走到阁组的铁栏前, 看着牢门方向, 等候着。 开门, 牢外隐隐传来中阳旭的沉河, 铁链稀里哗啦的声音响起, 大牢之门光当打开, 进来了数人, 以中阳旭为首。 师傅, 牢内两名看守弟子赶紧行礼, 站在牢笼内的少平波盯着, 中阳旭大步而来, 脸颊狠狠抽搐了一下, 最后一丝希望破灭。 中阳旭也看到了牢笼内的少平波身影, 盯着走来, 神情名众。 少平波呼双臂大袖一盏, 双手一拱, 弓身, 大声摇摆道, 伯父, 勿伤家父。 站在另一盏登展前的少三省出手了, 抓住墙壁上登展的把柄, 用力一推, 墙壁内咔嚓一声响。 地牢走廊内, 一道铁栅栏突然从天而降, 一惊, 铁栅栏落下的同时, 稀里哗啦的石块如山崩般落下, 将那柱变不惊, 一动不动拱手摇摆的身影给遮断。 啊, 大柴山等人大吃一惊, 中阳旭又惊又怒, 枪, 宝剑出鞘, 挥剑连批, 将土石轰轰轰轻开。 光光光, 宝剑披在阻隔的铁栅栏上, 竟只砍出几道痕迹, 无法斩断, 这铁栅栏竟是上等晶当所锻造。 最终, 在中阳旭的怒掌狂轰中, 铁栅栏连同墙体一起轻翻。 待到一伙人轰开吐石, 破出一道缺口冲入, 地牢尽头的那间牢笼内哪还能看到一个人影。 少平波和少三省竟然凭空消失了, 由纪少三省出手推动灯展时的情形, 闪身入内的中阳旭迅速推动灯展, 正面墙壁似乎一松。 中阳旭顺手一推, 墙壁朝里侧稍微翻转, 翻转出一条黑幽幽的洞口, 有台阶向下。 跑步远, 追, 剑之力杀, 中阳旭怒吓, 击之月蝶闪出, 几名大禅山弟子陆续钻入了地道中, 中阳旭也钻了进去。 月蝶展翅, 快速在地道内飞掠, 地道很长, 也不知通往哪里。 追到一半路程的时候, 中阳旭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凭少平波那凡夫所子的速度, 不可能跑那么快, 再凭他们的速度, 应该追上了才对。 镜头, 一伙人追到了地道的镜头, 发现了一间石室, 再无其他去路。 月蝶光芒下, 石室内简单摆放有桌椅。 一伙人匆忙敲打四周墙壁和地面, 施法查探有无其他密道。 中阳旭走到了桌旁, 只见桌上摆着一张纸, 上面写有一行字, 饶儿等一命, 勿伤家父, 免大禅山面门之祸。 结合环境, 纸面上的意思不难理解, 貌似在说, 能把你们诱到这里, 要杀你们一如反掌, 不杀你们是因为顾忌我父亲。 我饶过你们, 你们也不要伤害我父亲, 不然我必将大禅山给面门。 竖子欺我, 中阳旭大叫一声, 纸张紧攥在手中, 气得瑟瑟发抖。 很显然, 这道景言绝非刚才临时所书写, 看上面的字迹新旧程度就知道, 这是早已写好被在这里预防这一天的。 人家少平波若不逃, 他们就看不到这封信, 反之则必然会看到。 也就是说, 大禅山所谓的关押看守就是个笑话, 人家若想脱身, 早就能脱身离开, 不必等到现在。 在想到少平波不慌不忙拱手败别时的情形, 是何等的从容不破, 是何等的气定神仙, 简直是同大禅山如无物, 犹如一记耳光狠狠抽在这位坐镇次师傅的大禅山长老脸上, 让中阳旭如何能补弃。 若是让少平波在眼皮子底下这样得跑了, 让他如何向宗门交代。 来路上定有其他密道, 给我搜。 中阳旭怒吼, 正的时事内嗡嗡响, 的确如他所言, 一群人花了点时间往回搜索, 真的发现了地道中的另一条密道。 密道其实就在地道入口处不远的地方, 但不知开启的机关在哪。 轰蒙一声, 密道封口被强行轰塌, 中阳旭等人再次追入, 在密道内的墙壁上发现有血迹, 地上也有滴落的血迹。 城外, 一座庄子里, 一间孤零零的杂物间的门被推开。 少平波和少三省迎着陈希走了出来。 阿巴阿巴, 正在扫地的一个哑巴, 见到少三省立刻扔下扫把跑了过来拜见。 少三省沈声道, 人在哪里? 阿巴阿巴, 阿巴只手画脚着领了二人快速而去, 一间紧闭的厅门被推开, 厅内两排椅子上座了六人, 六名蒙在黑衣斗棚里的人, 六人一起回头看向走路的三人。 少三省挥手, 事与阿巴退下了, 朝六人拱手道, 诸位, 可以走了。 六人站了起来, 其中一人似乎认识少平波, 奇怪了一声, 少大公子。 目光落在了少平波带血的手上, 你手怎么了? 少平波抬手看了看, 这是他之前一时没忍住, 一拳砸在了密道的墙壁上, 把自己手给弄伤了。 少平波平静道, 小伤, 无妨, 走吧。 那人道, 要护送的人何在? 少平波指了指自己和少三省, 你们两个, 那人亚裔, 少大公子要离开北州。 他们奉命前来接送, 至于接送的是何人上面并未说明, 殊不知上面也不知接送的是何人。 少平波, 小月阁的规矩变了吗? 不要多问, 回头我自有交代, 追兵在后,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他既然这样说了, 厅内诸人不敢耽误, 立刻行动。 稍后, 三只大型飞行从庄子里窜出深空远去, 院子里的哑巴泪水连连, 向空中远去的人引挥手。 地面晨曦, 身在空中却被阳光染了今生的少平波回头, 遥望那繁华的北州府城, 脸上满是难以言喻的不舍, 这座府城, 这块土地, 倾注了他太多的心血。 就这样放弃, 就这样离开了吗? 可是没办法, 不走一切都完了, 走了, 尽管这些年的心血复之一具, 但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许多情况他还不知道, 他甚至不知万寿门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 竟令大禅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这样的结局也无非是印证了自己的猜测, 牛友道亲自作证万寿门出手, 大禅山不出意外的不是牛友道的对手, 最终还是让牛友道得手了。 输了, 而去还输得很惨, 这些年为之偶心沥血的一切都毁在了牛友道的手上。 扑, 赵平波突呛出一口血来, 一把捂住自己的心窝, 硬生生后倒下, 脸色苍白如指。 少大公子, 一旁蒙在斗篷里的人, 迅速扶住了他, 施法为他检查过后, 立刻摸出一粒丹药纳入少平波嘴中, 在运气柱旗条里。 大公子, 临近而飞的飞擒上, 少三省不堪摇头, 嚎啕大哭。 一伙穿着黑斗篷的人面面相去, 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城外的庄子里, 孤零零的杂物间崩塌, 数条人影窜出, 中阳旭提箭四顾, 杀气纵横。 大禅山追杀的一群人终于找到了这里, 然而找到了也没用, 被少平拨溜了一圈, 已经来晚了。 借大统领, 我让你立刻下令封城搜索, 你没听见。 一名大禅山弟子站在身穿甲州的北周府城 护卫大统领的面前立声怒吓, 身后还有数名大禅山弟子陪同。 借大统领摇头道, 我要见周牧大人手遇。 抓, 那大禅山弟子怒而拔剑, 借风比在了对方的脖子上, 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你们周牧也要听我们大禅山的, 我们大禅山的话就是你们周牧的军令。 借大统领审声道, 吴大将军亲笔手遇, 不敢奉命。 那弟子怒道, 你当我不敢杀你不成。 借大统领, 大将军有令, 吴大将军亲笔手遇, 任何人不得擅自调动人马。 还请法师先请来大将军手遇, 扑, 一吞血喷出, 那弟子一剑话断了谢大统领的脖子, 后者喷血倒地。 戴血之剑又指向了其余将领中的一位, 你。 现在由你顶替大统领之位, 立刻下令, 朱江看着倒地而亡的谢大统领, 见面有悲愤神色, 对典中的将领拱手抱拳道, 大将军有令, 为得大将军亲笔手遇, 胆敢有善权者, 北周人马群起共朱之。 法师让我做了大统领, 我无大将军手遇也无法调动一兵一族, 法师真的想让北周大乱吗? 刺势府内, 中阳旭处见而立, 阴沉着一张脸。 有弟子快速回来, 拱手禀报道, 师父, 北周上下将领拒不听条, 皆要介绍登云亲笔手遇才肯执行, 我们说破嘴甚至是杀了几个人威吓也没用。 第527章一脸阴霾, 好一个少大将军, 中阳旭哼哼猛笑连连, 回头看向了那座北门中弟子严密把守的厅堂。 朱江拒不听条, 这并不算什么太过出乎意料的事情, 北周人马皆是少登云一手拉扯起来的嫡系人马, 在这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 或服荣辱皆细于少世, 出现这种结果的确不用意外。 这个道理以前就知道, 可没办法, 北周的情况如此, 让外安内需要团结一新的力量。 尽管早就知道这有利有弊的道理, 可当弊端真正呈现在眼前时, 还是让人难以接受。 又有一名弟子快步来报, 师傅, 县房里有一批金翅突然暴毙, 应该是被人毒杀了。 中阳旭一听便明白了, 这应该是少平波对外有特殊联系的一批金翅, 怕有隐患, 少平波一走就立刻被处理了。 这不可能是少平波亲自动手干的, 只能说明是事先布置好了的。 查, 看看是谁干的。 中阳旭沉沉一声, 厅堂内, 两侧各摆有一排兵器架, 中堂上位一张长案, 一头垒着一堆文卷。 天已亮, 堂内两排灯火却还在摇曳。 二后, 头发花白的少灯云端坐, 手持一块白卷擦拭着一柄斩马刀, 气定神弦。 在他身后, 是一挂擦拭的干钱静静的盔甲。 守在门口的人让开, 中阳旭进来了, 停步岸前, 盯着专心致志的少灯云。 对我那儿子下了杀手, 擦拭刀身的少灯云问了声, 魏抬眼, 依然做自己的, 随后又补了句, 我那儿子可没那么容易对付, 应该失手了吧。 中阳旭瞳孔略缩, 瞬间意识到了自己的失策。 眼前这位第一时间就被控制住了, 断绝了他和外界的一切联系, 应该不知道大禅山在对少平波动手, 可对方就是猜到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边控制对方的动作让对方有了判断。 志卫少灯云都能看出来, 少平波又岂能看不出来? 也一定是控制这边的动作触发了少平波预先设置的预警。 这边之前还疑惑少平波被堪压在地牢内是怎么及时获悉消息的, 据看守弟子说, 事发前唯一的异常就是地牢内的油灯突然熄灭了一盏。 此时终于反应了过来, 明白了问题出在哪, 中阳旭暗暗懊悔不已, 应该不起任何征兆地突然进入牢内下手才对。 后悔归后悔, 可他心里清楚, 事前也不太可能这样做, 人控制在他们的手中, 随时可以解决, 谁还会去地牢对少平波偷偷摸摸玩偷袭? 你早就知道地牢内有密道, 中阳旭问了声, 密道, 不清楚, 少灯云叹了声, 有件事情你们不知道, 上次柳儿与人私奔, 其实是老大亲自去把人给找回来的。 他那时被关在地牢内, 又有你们的人看守, 怎么出去的? 那时我就意识到那个地牢有问题了,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在府内挖了条地道出来, 之前他主动自求于地牢, 我便知道他在以防不测了。 中阳旭, 少兄, 你可真是生了个好儿子啊。 少灯云抚摸着刀锋, 好吗? 我不认为, 这孩子太像他娘了, 跟他娘一样聪慧过人。 过慧一腰啊, 他娘早是和这个脱不了干系, 把自己的心血给好干了。 我真希望他能蠢一点, 太聪明了太劳心, 你看他年纪轻轻变身滑发, 何苦来着。 为将者忠, 乃是根本, 当年我并不想反咽, 却没能经住他折腾那。 他若是蠢一点, 不争那长短, 我当时便会急流勇退而隐居, 像一些老兄弟一样, 拜商朝宗父起再去投靠, 现在想必邵家又是另一番光景, 也不会闹成今天这样。 没了这些个利益纠葛, 也就不会闹得一家人自相残杀。 所以, 有什么好的, 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中阳旭, 少兄, 立刻下令搜捕, 通知北州各地设置关爱搜查, 争取找到他的下落。 我保证, 只要抓到他, 我会给少兄一个面子, 会给他一条火路。 这话是虚言, 宗门已经下令, 这边抓到了少平波不可能给少平波火路, 他也做不了这个主。 可是没办法, 大禅山的人手有限, 修饰又如何? 四面八方那么辽阔, 平他手上的这点人手别说撒出去找, 就连搜查这座府城都不够, 想找到少平波无异于大海劳珍。 就算把整个大禅山的弟子全部调来也难, 只能是发动更大规模的搜捕。 可是不说谎骗少登云又不行, 北州人马根本不听大禅山的。 少登云摇了摇头, 显然是不答应。 中阳旭审声道, 少兄,若是错过了这次机会, 一旦被我们抓住, 他可就没有了火路, 我也是为他好。 少登云叹道, 中兄,知子莫如父, 这些年下来, 我这个儿子我算是看明白了。 真没必要兴师动众, 他既然决定了脱身离开, 肯定做了周全应对, 你们是抓不住他的。 与其白费功夫, 不如算了, 他这次一逃, 已不可能再回来, 都过去了, 咱们何必闹得轰轰烈烈 引起外部失利的觊觎, 对北州的大局不利啊。 中兄放心, 下面还有那么多弟兄, 只要你们算了, 我就不会乱来, 我不为自己考虑 也得给那些追随多年的弟兄 一个交代。 中阳旭, 少兄, 咱们相交多年, 你别让我难做, 我也不想为难你。 中兄, 慢说我下令也抓不到他, 就算能抓到, 我也不可能下这个令。 少登云一口回绝, 态度坚决, 继而又以刀处地站了起来, 盯着中阳旭一字一句道, 虎独不识子。 我若下了这道令, 对不起他死去的娘。 他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这个做父亲的难辞其咎, 我欠他的, 这次算是略尽负责。 中兄, 我容马一生, 身经百战, 多少弟兄在我眼前倒下。 却流成河, 事骨如山, 生生死死, 生离死别的我比中兄见得更多, 连家破人亡, 骨肉香残都经历过了, 我还有什么好怕的。 少某一身血肉孤灵在此, 可一刀寡之。 手中斩马刀一横, 用力平地向对方, 那真是认杀认寡的气势。 中阳旭冷冷盯着他, 两人四目相对, 少登云毫不未必, 虎目炯炯。 最终, 中阳旭憋着一口怒火从门口出来了, 并未把少登云给怎样。 唯有宗门的旨意, 他也不敢把少登云给怎样, 之前朱将军不听条就是警示, 妄动少登云, 北周必然大乱。 少登云手握兵马大权, 对北周的影响力太大了, 连少平波都不敢轻易取而代之, 想除少登云不把北周清洗一遍, 是很难下手的。 两只巨型飞擒从天际而来, 盘旋在了北周俯城上空, 承载的六人俯石下方。 黄略等人终于赶来了, 比传讯金翅晚到了不少时间。 并非这大型飞擒的飞行速度不如金翅, 其实论长途飞行的速度还更胜一筹。 之所以金翅先到, 放飞的金翅早出发是一个原因, 其次金翅传讯时基本能直接锁定准确的目标地点, 基本都是直线飞行。 而对于载人的大型飞行来说, 纯粹服从于人的驾驭, 没有高空驾驭经验的人想让飞行直奔目标完全直线飞行其实有难度, 只知大概的方向, 途中要不断进行方向调整。 黄略等人显然是属于那种没有驾驭经验的人, 加之又经历了夜间飞行, 看不清地面的参照物, 有偏向多飞了点路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所以与金翅来到的时间相差了不少。 两只飞行从天而降, 落入了北周刺史府内, 跳下飞行的管方一略活动了一下身子, 发现乘坐大型飞行长途飞行其实并没想象中那么舒服, 活动空间不大, 长时间约束着不能乱动能舒服才怪了。 掌门, 钟阳旭率领一群人拜见, 黄略的脸色不太好看, 钟师兄,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人在途中, 大概就在半个时辰前, 收到了这边的金翅传讯, 已经知道少平波跑了, 这个结果别提让他有多窝火。 不仅仅是因为少平波跑了, 而是在牛有道面前丢脸丢大了, 之前自己还对人家言辞凿凿, 结果真的不幸被人家给言中, 大禅山在少平波手中还真如同玩物一般, 还真不是人家的对手, 这让他这个掌门情何以堪。 两位随行长老脸色也不好看, 那只赠送的飞禽没了, 价值上千万金币的东西就这样泡汤了, 损失大了去。 钟阳旭自然是不知这个情况, 很是艰难地将事情经过讲了遍, 最后一张指缝上, 少平波流在地到密室内的警局。 这警局看得黄烈牙都刺了出来, 真正是再次印证了牛有道的说法, 少平波压根就没将大禅商给放在眼里, 冷闲对付。 牛有道伸出两指加了那张指, 从黄烈手中抽取了过来, 描了描上面的内容, 哼哼冷笑, 大禅商果然是厉害, 守在人家身边这么多年, 被人在眼皮子底下挖了地道都不知道, 简直是匪夷所思。 话中透着饥讽意味, 他脸色也难看, 可谓一脸阴霾。 他花了这么大的心思精打细算, 终于将少平波给逼入了绝境, 谁知却功亏一篑在最后一步, 心情能好才怪了。 第528章暗藏杀机, 面有愧色的中阳戏瞅了眼这个一点都不顾计掌门身份的年轻人, 不知他是谁, 不过看到靠近的红娘后, 立马猜到了是谁, 他早年在其经也远远见过红娘一面。 他还不知道大柴山与牛有道的谈判经过与结果, 所以有些诧异牛有道的大胆, 被人当众讥讽讽, 黄烈脸上有些挂不住, 冷哼道, 事先就不该以矜持传讯, 该等我等直奔而来再说。 牛有道反问一句, 皇掌门的意思是说, 这里露得跟筛子一样, 我们来到这里后反而能不惊动他逃跑。 一句话读得黄烈无语, 道理很简单, 大柴山之前未能掌控住这里, 他们一道, 照样会触动少平波的预警, 照样会惊动少平波逃离。 问题的关键不在矜持传讯是否先到, 而在于大柴山太自以为是了, 给了少平波太多的漏洞可钻。 话虽这样说, 牛有道也只是阻止人家推脱责任, 自己其实还是在自责的, 等到自己来了再动手的话, 有自己亲自坐镇, 只怕少平波未必能顺利脱身, 因为面对少平波他比大柴山更慎重更警惕。 后院出来个人, 在几名大柴山弟子的护送下出来的, 少登云出来了。 皇掌门来了, 少登云来到黄烈面前行礼后, 叹了声, 是为那涅子来的吗? 都是我叫子无方, 实在是罪过, 黄烈冷冷看着他, 知道这位不肯配合抓捕, 心中确实牵怒, 但最终还是憋出一句, 一码归一码, 和少兄无关。 听出了这头发花白的威武汉子是谁, 但还是头次见到, 牛有道不禁上下打量, 发现和少平波长的并不像。 这位体格魁梧高大, 气势吞吐, 少平波则长的俊美阴柔。 少登云的目光也落在了他身上, 见他穿着不是大柴山的服饰, 年纪轻轻无恙, 又能和黄烈并肩而立, 自然用意引起关注。 尤其是, 他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一丝杀鸡。 对几乎杀场戎马一生的少登云来说, 对杀鸡的察觉尤为敏锐, 这个年轻人对自己不善。 这位是, 少登云请教一生, 大柴山珠人皆看向了牛有道, 因为都知这位和对方的儿子是死对头。 牛有道笑露背齿, 牛有道, 少登云瞳孔皱缩, 终于明白了对方为何对自己隐隐怀有杀鸡, 没想到这位还敢来这里。 反过来说, 他也明白了对方是有恃无恐, 已经左右了大柴山这边, 是跑来对自己儿子赶尽杀绝的。 久仰, 原来你就是那个杀验使的牛有道, 果然是一表人才。 少登云点了点头, 牛有道笑咪咪道, 原来你就是宁王商剑博一手提拔最后却被其伤势的少将军, 久仰久仰。 此话戳中了少登云的痛处, 令其沉默了下来。 牛有道邪逆中阳旭, 中长老, 少平波有没有躲在刺石府, 刺石府搜查过没有。 中阳旭叹道, 他已经从地道跑了。 牛有道, 也就是说没有搜查过, 还是再仔细搜查一下的好。 此话看似多此一举, 不过黄略很快明白了过来, 也许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坐镇这边的人居然疏忽了, 当即瞪了中阳旭一眼, 沈声道, 给我再仔细搜一遍, 不要漏过任何一块地方。 牛有道的确是怕出现灯下黑的状况, 怕让少平波钻了空子。 是, 中阳旭汗颜, 赶紧招呼人去搜查, 见牛有道当着自己的面毫不客气地摆出针对自己儿子的情形, 少登云也无话可说。 楚剑而立的牛有道手指动了动, 搭在剑柄上的手似乎有些不安分, 钉向少登云的目光中的杀鸡更是若隐若现。 一只手伸了过来, 黄烈一只手掌压在了牛有道扣剑的手背, 摆明了再劝他不要乱来。 牛有道抬头看天, 心思诡诀, 他明白黄烈的顾忌, 一旦杀了少登云, 北周大乱, 就没办法再和英国三大派谈下去。 道理很简单, 想跟三大派谈, 就得有谈的资格, 三大派能跟你谈是因为你能把北周顺利交接, 只有控制着北周的修行势力和俗世势力一起拱手让出北周, 英国那边才能轻易控制住北周。 否则北周乱了, 英国要和韩国抢夺北周的话, 人家还跟你谈个什么劲, 还需要答应你的条件吗? 大禅山也就没了资格轻易从北周脱身去接掌南周, 现在杀了少登云不符合大禅山的利益, 同样也不符合牛有道的利益, 王烈因此而劝。 牛有道点了点头, 表示明白, 又对少登云道, 少将军, 这里你熟悉, 可否去驾带我走走看看。 少登云冷冷道, 没那个必要, 我这里不欢迎你。 牛有道呵呵一笑, 正欲开口, 忽有一名大柴山弟子来道, 拜见过黄烈后, 为中阳续禀报道, 师父, 城外那个庄子里查出了点线索, 一名下人看到, 有几名蒙在黑斗棚里的人驾驭着三只飞勤带走了少平波和少登云。 黄烈立问, 知不知道那些人是什么人? 弟子回, 打杂得吓人, 知道的不多, 只是无意中看到了, 并不知道那些人是谁。 听到一下动用了三只飞勤, 又是蒙在黑斗棚里的人, 瞬间触动了牛有道, 想到了断虎抱之的黑牡丹玉席的情形, 牛有道徐徐审声道, 应该是小月格的人。 少登云偏了牛有道一眼, 黄烈诧异, 小月格, 你以为我说他是小月格的人是在开玩笑? 牛有道反问一句, 黄烈脸色渐沉, 看向了少登云, 不知这位是不是和小月格也有牵扯, 但是不重要了, 也没必要再逼问, 大禅山已经打算放弃北周, 不惹这麻烦了, 让别人头疼去吧。 牛有道转身走开, 将管方仪带到了一旁, 悄悄叮嘱, 立刻联系小月格那边, 问问那边是不是带走了人, 若是, 让小月格把人交出来, 条件好谈。 管方仪点了点头, 转身去找了陈伯安排。 牛有道回头看了看少登云, 本想将其带到一旁, 试探一二, 看看这位的态度。 为何要试探, 因为他还没有决定放弃对旗下杀手, 本来是没想过要杀少登云的, 可是少平波跑掉了, 性质立马不一样了。 只要少登云控制的北州势力还在, 少平波就还有可能回来。 只要少登云控制的北州势力还在, 少平波在外界就还有影响力, 就有能量继续折腾。 既如此, 杀了少登云搞乱北州, 彻底断掉少平波的最大靠山, 不失为一个办法。 然而搞乱了北州, 又会影响他将天狱门给踢出南州, 可相对来说, 他认为少平波比天狱门更危险。 要不要下杀手, 其中密闭, 他还得仔细琢磨琢磨, 所以想试试少登云的态度, 这是决定他要不要下杀手的关键。 赖何少登云不愿理会他, 他只好自己先想想, 楚剑在这次师府溜达了起来。 遇上一名大禅山弟子, 牛有道问了问情况, 来到了少平波日常处理公务的书房。 书房内几乎没任何的观赏陈设, 四面墙壁上有限的空间挂着各种地图, 许多上面还做了各种标示。 按头堆放的一些文书, 牛有道也翻了翻, 上面留有少平波的各种批阅。 一些少平波亲手写的文稿, 也吸引了牛有道的注意, 好好翻看了一阵, 其中间接和正略令牛有道感慨良多。 从一些堆放文书的处理日期来看, 牛有道发现少平波的日常工作量相当惊人。 出了书房, 东逛西逛, 少登云父子日常比较私密的地方, 他都比较感兴趣。 感兴趣也是他想从其他方面多了解了解自己的对手, 有这样的机会, 他不会错过。 最终来到了一间属于少登云的近视, 据说这里少登云从不让其他人进入。 近视内很简单, 一张相案, 一幅画, 一人灵位, 一块蒲团。 画中一鹦鹉男子身穿战甲, 越马扬鞭, 气势威武。 灵位上的字样居然是燕国大司马宁王商建博之位, 令牛有道很是意外。 鼻翼煽动, 闻了闻近视内的香烟味, 再看了看长期烟熏的环境, 又看了看蒲团上长期贵出的痕迹, 确认是长期供奉之地后, 牛有道站在灵位前沉默了一阵才转身而去。 府内继续溜达之气, 遇见了找来的管方仪, 后者见面便问, 钻哪去了? 随便转了转, 牛有道随口回了去, 领着他回了前院, 找到了看守邵灯云的厅堂。 略作通融, 大缠山弟子放了他进入。 邵灯云坐在长岸后冷冷盯着走进来的牛有道, 无动于衷。 管家杨霜有点紧张, 他之前也看出了牛有道对邵灯云暗藏杀机, 快步拦住了牛有道, 拱手陪笑道, 牛先生, 可是有什么吩咐? 邵灯喝道, 何故遮遮掩掩, 让开, 杨霜回头看了眼, 一脸牵抢地退开到一旁。 牛有道走到岸前, 处奸而立, 邀将军走走, 将军为何不敢? 邵灯云冷哼, 有那个必要吗? 刷, 牛有道突然提剑拔剑, 剑出半截, 战路寒芒。 杨霜吓得惊叫, 来人, 来人, 一抢步拦在了岸前, 邵灯云安坐, 无动于衷道, 杨霜, 让开。 第529章招响, 这让杨霜如何敢让, 外面大缠山弟子以文声闪入, 数人一起顶替了杨霜的位置, 拦在了岸前, 一人审声道, 牛有道, 你想干什么? 刷, 牛有道手中尚未出窍的宝剑又归窍, 慢慢处回了身前, 隔着几人道, 依我之愿, 本该一箭杀之, 斩断绍平拨之以杖。 燃雍平郡王获悉我欲来北周行事, 再三交代, 愚者不管, 唯有一请求, 不可伤绍登云。 安坐在岸后的绍登云愣住, 一脸气势若下, 蒸蒸看着人强间隙后的牛有道, 一副预言又止的样子, 似乎想问什么? 牛有道继续道, 邵登云是邵登云, 邵平波是邵平波, 邵登云乃先王救部, 与先王有浴血沙场同生共死之情。 监王若在, 邵登云必不相判, 监王忽视, 形势大变, 邵登云叛艳乃形势所迫, 必有苦衷。 若有错, 错不在邵登云, 而是本王辜负了先王的那些弟兄, 委屈了他们。 宁可少家父我, 本王不可复之, 若本王残杀先王弟兄, 则不仁不义, 不忠不孝, 让本王有何面目仰望先王在天之灵。 这番诉说俨然是 雍平郡王商朝宗的口气。 邵登云瞪大了双眼, 一句宁可少家父我, 本王不可复之, 令他瞬间红了双眼, 放在岸上的双手握紧了双拳, 呼吸变得沉重。 杨双回头看着他, 牛有道将他反应看了个清楚明白, 又继续道, 王爷仁义, 牛某却不以为然, 深以为此乃妇人之人, 今朝放过, 将来必成后患。 本呆杀之, 念在王爷再三求情, 我若执意而为, 恐伤及与王爷之间的和气, 故而饶你这条狗命。 说罢转身而去, 走到门口又止步, 背对着扔出一番话, 邀你走走, 本想将这些话单独告知, 谁知却是一鼠辈。 成了一方诸侯, 不过沾了一个死人的光罢了。 少大将军, 还是多上两炷香, 感谢您王商建博的在天之灵吧。 言避而出, 唐内陷入了安静, 带道面面相去的大禅山弟子退出后, 二后的少登云已是无言面对苍天, 抬头闭幕, 老泪满腮, 引引发出音音唾起声。 一旁的杨霜意面有悲戚, 提秀是泪, 这边耿耿于怀之事, 他最是清楚。 庭院中, 管方一一步三回头, 不时看看后眠, 又快步跟上了牛友道, 在牛友道身边低声问道, 你神叨叨一堆, 真是王爷的交代。 牛友道脚下踱步, 偏头低声道, 传讯给王爷, 让王爷招响。 管方一恶然, 招响, 谁? 赵登云, 牛友道一番秘密叮嘱, 管方一听得直翻白眼, 听完后, 小声催道, 你也太缺德了, 这是连北周也不想给天狱们那, 这样行不行? 以后别嫌我有事瞒着你, 解释不完, 让你做你就做, 别啰嗦。 惹来一顿臭骂, 浮方人, 独孤静快步来到一间小院。 走到正厅门口, 敲开紧闭的厅门, 只见玉仓盘西静坐在空荡荡的厅内蒲团上。 独孤静走到一旁跪坐, 双手奉上一封信, 师父, 牛友道的信。 玉仓缓缓开眼, 拿了信, 看后皱眉, 索要邵平波, 难道邵平波离开北周和他有关? 北周那边什么情况有消息吗? 独孤静, 暂时还不知情, 应该要花点时间打探。 玉仓成瘾, 这少平波就带一个随从跑来齐国是什么意思? 他这边有些搞不懂状况, 接到少平波的消息, 说要护送一名是关其京局市的人来, 谁想人接到后才发现, 护送的人居然是少平波本人。 独孤静, 人已经快到了, 到时差人一问便知。 只是这牛有道索要邵平波, 怎么回复? 静里说了有什么条件都可以谈, 要谈吗? 玉仓摇头, 他南州那边上是个半吊子, 邵平波背后却是整个北周, 把邵平波给他。 他在开玩笑吗? 嗯, 也别急着拒绝, 回信就问他能给我们什么, 先回信拖一拖, 看看什么情况。 好, 独孤静音下, 南州刺石府, 鹦鹉堂内, 商朝宗推着轮椅站在一幅地图前, 蒙山明在座, 庶民将领也围在一起, 正指点着地图商议什么。 蓝若亭从外进来, 看了看屋内的情形, 磕磕握拳咳嗽了一声。 众人回头看来, 蒙山明知他有事, 出声道, 你们先出去一一一, 回头再说。 是, 鸡鸣将领一起拱手告退, 带几人出去, 蓝若亭方从袖子里拿出一封信地给商朝宗, 王爷, 道爷来训, 让咱们招响哨登云。 叛国贼子, 商朝宗勿回一句, 抓了信, 立马低头查看是怎么回事。 蒙山明狐疑, 招响哨登云, 蓝若亭点头, 信上也没说清详细, 只说哨平波已经弃北州而逃, 北州即将有大便, 可趁虚而入, 让咱们尝试已就请招响哨登云。 蒙山明糊涂了, 一南一北, 条条相隔, 首尾不能顾及。 退一步说, 此时招响岂不是自找麻烦, 朝廷岂能做事。 看完信的商朝宗 把信递给了蒙山明, 情绪安静了不少, 雷头紧锁, 信上说哨登云心念父王就请, 可以就请招揽, 并非让哨登云名将, 而是暗将归心, 以待将来。 蒙山明看着信嘀咕, 哨非叛咽, 而是未报宁王忍辱负重。 若以此已说服, 愿为其洗刷叛名, 招响之事则大有可为。 三人互相看了眼, 都明白了牛有道的意思, 只要哨登云愿意归顺, 这边到时候就说哨登云并没有背叛燕国, 而是为了帮民王保存实力。 说白了就是以洗刷哨登云叛国之名为条件劝详。 鹦鹉堂内安静了一阵, 稍后, 有些云里雾里的蒙山明迷惑道, 好好的哨平波怎么会去北州而逃。 蓝若亭, 猜也能猜到, 道爷和那位哨公子是死对头, 两人十有八九又干上了, 这两位你来我往都要置对方于死地。 二者之间不闹个不死不休是不会罢手的, 邵平波肯定不会无缘无故弃了北州而逃, 肯定是道爷干的好事。 上朝宗自言自语, 有大禅山庇护, 北州世俗大权又还在邵氏手中, 如何能将邵平波逼逃。 蒙山明把信交还给了蓝若亭, 叹道, 咱们这位道爷啊, 办事方式一向是云里雾里, 不轻易坐实, 已留有灵机侧变的转环余地, 过程能看得你眼花缭乱, 不到最后谁也搞不清他想干什么。 别猜了, 等最后看结果吧, 张朝宗试着问道, 那就按道爷说的做。 蒙山明笑问, 王爷想怎么做, 张朝宗顿时一脸干笑, 还是按道爷说的做吧, 又不损失什么, 反正也不是什么坏事, 我这就修书一封, 让人送去。 不妥, 蓝若亭白手, 这信不该王爷写, 还是蒙帅亲笔手书带王爷招降最合适, 蒙帅若承诺作保, 少登云不会有疑, 必信。 张朝宗文言汉首, 明白他的意思, 自己在少登云面前没什么威信, 人家沙场纵横的时候, 自己还是个娃娃, 蒙山明则不一样, 在少登云那说话有分量。 蒙山明思索了一下, 虚虚点头, 好, 这封信老夫来写。 蓝若亭又出言道, 不可一味怀柔, 字里行间不妨略加训斥异味。 蒙山明瞥他一眼, 嗯, 小蓝渐渐有了点落少夫的味道, 快出师了。 哦, 轮到来若亭单笑, 哈哈, 张朝宗则大笑, 蒙山明一玩耳, 微微城墙, 横立高耸, 城门口凡夫走足人来人往, 一找体面者的数量非其他地方可比。 数时期先行人员抵达城外勒马而亭, 风尘仆仆的唐一抬头仰望高高在上的城楼, 终于赶到了七国中最为富庶繁华的魏国都城。 守兵上前询问是什么人, 这边报上是上青宗后, 守兵立刻回跑禀报。 不一会儿, 城龙上下来一副人, 走到唐一跟前拿出了一张纸亮出。 唐一立刻跳下马来, 也拿出了一张纸, 与对方的凑笼比对。 一份看和对比之下完全吻合, 纸上凑出了一个完整的唐字。 确认无误, 妇人当即松手, 笑道, 唐长们一路辛苦, 相公命我在此恭候, 请随我来。 听说是魏国丞相亲自派人来迎, 有点受不起, 唐一赶紧拱手道, 有劳。 妇人招手让人牵来一匹马, 翻身而上, 亲自领了唐一等人进城。 有这妇人开路, 守卫无人赶查, 城外山丘上, 一个衣着邋遢腰上挂着酒葫芦的男子 站在树下远远注视着, 正是赵雄哥。 这一路上, 赵雄哥皆在暗中护送, 此时见到一行安然街头路程, 轻轻松了口气出来。 七国最为附属之地, 其繁华不提, 上青宗一行来到一座青瓦高墙守卫森严的府邸外, 高高台阶上的门楣挂有天威二字的匾额, 乃魏国上任皇帝亲笔所书。 此处正是魏国长公主玄威的府邸, 也是代行魏国丞相一职的女丞相官邸。 没让所有人都进去, 只许唐一带了一人跟随, 唐素素随行。 妇人领路, 离开府内森严地, 转入恢弘的亭台楼阁深处, 途中不时遇见宫庄女娥。 抵达一处楼阁水线内, 妇人让二人稍等, 离去通报。 第530章丧家之犬, 此中, 若隐若现的侍卫不时钉向这边, 唐一和唐素素静静等候着, 也不敢乱跑, 只是觉得这地方有点怪, 堂堂为国长公主的府邸, 一路至此居然连一朵花都没看见, 不像女人的家。 长亮的宣格内, 一名女扮男装眉目如画的雍龙女子坐在暗后, 与下面跪坐的几名官员问答, 正是一位国女向奉玄威。 一旁的大圆柱下, 站着一名披肩长发的男子, 归步长衫, 背负古捉扩建, 静静守候在旁, 均以忠略带沧桑, 正是玄威的御用随护法师, 单榜第一高手西门晴空。 妇人从宣格后门而入, 侧郎绕出, 走到大圆柱下, 在西门晴空耳边嘀咕了几句, 西门晴空微微点头, 是一稍等, 妇人退开到了一旁等候。 带到几名官员退下, 跪坐在暗前的玄威伸手拿来一本文书, 正欲打开, 站在主子下的西门晴空出声了, 唐一到了。 玄威饿了声, 手中文本放下, 人也站了起来, 朝这边走来, 来得还挺快的。 妇人回到, 唐一律小众一路马不停蹄先到了, 上清宗其他人还在路上。 权威问, 牛友道还在万寿门吗? 总结到袁刚的消息, 请这边接收上清宗后, 他就下令务府的人重点盯一下牛友道。 他又不傻, 上清宗是和牛友道有关系, 又不是和袁刚有关系, 而上清宗长文唐仪还是牛友道的夫人, 袁刚只不过是牛友道的跟班, 若说这不是牛友道的意思才怪了, 一个跟班能做这么大的主吗? 宗明人之间有些事情是不需要说那么透的, 牛友道心里清楚, 他心里也清楚, 收留了上清宗, 牛友道是要欠他一个人情的。 务府, 寓意为隐藏在云雾中的神秘, 在为国类似于燕国的谍报四合齐国的孝氏台, 说白了就是一国的谍报组织。 权威一发话, 为国最强大的谍报组织立刻行动了起来。 而那个夫人, 名叫江石基, 看似其貌不扬, 却是务府的长令使, 能亲自去接唐仪, 从侧面说明了玄威对牛友道的重视。 江石基, 已经离开了万寿门, 与大柴山掌门黄列乘坐两只黑玉雕去了北周, 如今仍在北周赐师傅。 具体在干什么不清楚, 不过北周那边有些不正常, 在牛友道到达之前, 大柴山的人杀了几名少登云的布江, 同时北周在搜捕少平坡一手缔造学府的学子, 一部分下放北周各地历练的学子突然消失了, 抓捕人员扑了个空。 还有, 少平坡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露面, 权威疑惑, 大柴山和少氏发生了冲突。 江石基, 有点像, 具体情况不知, 消息封锁较为严密, 正因为消息封锁严密, 才越有可能。 有传言说, 牛友道和少平坡有过节, 具体是什么过节不清楚。 外部人也的确是不太清楚牛友道和少平坡的恩怨, 关键有些事情双方都不敢让外人知道。 权威来回夺步, 牛友道和黄月一起去了北周, 又杀了少登云的布江, 还抓捕少平坡的学子, 两人真有什么过节的话。 牛友道人都出现在了少平坡的老巢, 就已经说明了问题, 纠战雀巢, 少平坡应该是吃了亏。 这个少平坡可不简单, 种种迹象显示, 北周自立很有可能是他一手操作的, 之后北抗韩国, 南与英国, 两国家鸡下步倒, 北周的发展过程更屡有经验之举, 说是三百年难得一遇的奇才也不为过。 江时机, 已经下令关注少平坡, 有他的消息会立刻上报。 权威, 这种人是在风风雨雨中成长起来的, 可不是谁都能扳倒的, 居然在后来知识的牛友道手上吃了亏。 这个牛友道还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要么潜引不出, 让人无疾可寻难以琢磨, 而一旦露面, 就要搞出事来。 走, 去看看那个让牛友道操心的牛夫人。 挥了挥衣袖, 领了两人从宣阁后门离开了。 水泻中, 唐仪和唐素素齐齐回头转身, 看向狼道尽头走来的三人。 之前那个夫人二人是见过的, 那个长发披肩衣着简朴的被见男子确实令二人瞳孔皱缩, 符合传闻中那个人的形象, 单榜第一高手西门秦空。 二人目光立刻钉向了为首一身黑衣长衫胸前饱满的女人, 女扮男装也难言此人雍容气度, 又能让西门秦空做随从, 不用猜也知道是谁了。 相公道, 三人一道, 将时机介绍了一声, 两人当即见礼, 拜见相公, 不用多礼, 绝威抬了下手, 目光上下审视着唐仪, 赞了声, 唐掌门长得真好看, 不知是称呼你唐掌门好, 还是称呼你牛夫人何事。 唐仪略证, 玄机平静道, 我和牛友道已无任何关系。 全微笑了, 此话从何说起, 唐仪犹豫了一下, 我已将牛友道修了, 修书已经给了牛友道, 此后再无瓜葛, 不日就要在修行界公开此事。 这事正要对相公说清楚, 言下之意是, 你若是觉得我和牛友道没了关系不愿再收留, 我这里也没有怨言。 赞人面面相去, 玄威试着问道, 是你把牛友道给修了, 不是牛友道修了你。 一般都是男人修女人, 这女人修男人实在是少见。 正是, 为何, 唐素素插了一嘴, 牛友道和其今红娘不亲不处, 不怨断, 掌门无法忍受, 故而修之。 玄威不置可否地饿了声, 不过有些事情他还是要问清楚, 也要看上亲宗这边的态度如何, 才好决定如何安排。 福方元, 竹林中, 独孤静跟随在漫步的玉仓身旁, 将少平波的情况告知。 少平波已经到了其今, 这边已经差人去问了情况, 少平波也坦言告知, 自然是说被牛友道被陷害了。 不坦言也不行, 他都逃离了北州, 有些事情瞒不过去, 外人迟早是要知情的。 原来如此, 一方人节, 居然被牛友道逼成了丧家之犬。 他这一逃, 北州怕是回不去了。 大柴山吃错药了吗? 弄垮了少氏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玉仓唏嘘之余也有些恼怒, 他这里经营和少平波之间的关系自然有这边的目的, 被人搞砸了自然是恼火。 又问, 不是左右其今局势的人吗? 有没有解释是什么意思? 独孤静, 说的是英王妃, 她的妹妹, 她说她可以利用她妹妹撬动其今局势, 她现在已经去了英王府。 玉仓皱眉, 英王那个老好人能撬动什么? 独孤静摇了摇头, 表示不知, 牛友道那边怕是不会放过他, 撕咬着要人的话, 咱们给不给。 玉仓, 不必理会, 敷衍着, 让他无可奈何变形。 北周那边还要看看, 少灯云若能不倒, 少平波未必没有翻身的机会。 若实在回不去了, 想办法把这丝招揽进来, 这丝是个难得的人才, 能办大事, 牛友道给多少钱我都不换。 英王府大门前, 环佩叮当的少柳儿一招华美, 一副贵妇人模样, 亲自将少平波送出了大门。 留步吧, 少平波转身示意, 哥, 慢走, 少柳儿半蹲行李, 温柔甜静, 气质不同往日。 少平波微笑着转身而去, 一群修士护卫着离去, 送去招待宾客的管所。 此来, 既是投靠, 也是寻求庇护, 怕牛友道继续追杀, 也是在防备小月阁。 小月阁是什么货色, 他太清楚了, 利用小月阁脱身后, 立马决定切断直接联系, 绝不让自己陷入小月阁的控制。 因此向英王号征求了 西齐国三大派的弟子保护。 在这块地面上, 有天火轿、 玄冰宗、 大邱门的弟子保护, 无论是牛友道还是小月阁 都不敢轻易动他。 当然, 他不会跟浩真提及小月阁, 只说是被牛友道追杀。 少柳儿站在台阶上目送, 神色平静, 府内厅堂中, 浩真低眉垂眼站那, 双手队穿在袖子里, 都在付钱。 总管太监目久在旁, 天火叫得高见后, 大邱门的车步池, 全冰踪的谢龙飞, 三人也从旁靠近了浩真的身边。 高见后道, 他的意图很明显, 想要投靠王爷。 靠真道, 我这大舅哥可不是一般人, 那绝对是能人, 没想到被牛友道给逼成了这样, 北周那边是先连点征兆都没有, 不知我那岳父如今是个什么情况。 今人明白他的担心, 这位之所以娶少柳儿, 首先是黄命难为, 其次也是看中了少柳儿的家世背景, 少家有左右燕国和韩国局势的能力, 某种程度上也能增加他在好云图心里的分量, 算是他外部的助力, 关键时刻用得上, 少家若垮了, 他这个助力可就没了。 不久, 王爷,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牛友道怕是也很难收手啊。 靠真, 不管怎么样, 都要试一试, 本王不可能做事。 少平波这种人才平常求都求不到, 主动送上门了岂能错过, 本王留之有大用, 不可能让牛友道追来下杀手。 传讯给牛友道, 说个情, 让他给本王个面子, 少平波的是到此为止, 北周那边不要搞得本王难做。 告诉他, 就当是还本王的人情, 不妨把话说重些, 那是本王的岳父和大舅哥, 不管谁杀了他们, 都是本王的仇人。 不妨把管家的经历太大,